本序视频难道真的该去 败败了吗 青棧行无限期停播 亏损高达数十亿 旗下游戏《王者荣耀》 被中国官媒点名 是精神鸦片 股价暴跌10% 市值蒸发数十亿 旗下为市面临重整 传出江坎七成员工 所谓真相 是要竭尽所能去查证 令犹罪者伏法 无辜者免受伤害 吴亦凡这句台词说来 真讽刺 有罪不罚无罪免受伤 但如今玄非性侵 外加疑似的毒品风波 繁繁的演艺录 除了权毁 甚至人都被拘留 案件无辜者 除了新戏青棧行的 合作演员杨子 备受牵连外 就连投资商腾讯 也扫到台风尾 青棧行堪称腾讯的年度大戏 原定暑假党期就要播出 剧组投资5亿人民币 相当于20多亿台币制作 今年7月 全剧才刚刚杀青 没想到劲爆出 吴亦凡的右肩事件 开播无限延期 剧组也传得部分重拍 甚至著作方不堪亏损 有一项无妈妈 求偿21.5亿台币 不过大陆网友指出 吴家早就做好风险管理 秘密脱产 就算提高强制执行 效果也不佳 让腾讯就算想求偿 也无门 另外烧钱的还有旗下游戏 王者荣耀 靠着迪力热霸 还有洋洋的甜宠剧 王者荣耀手游 狠狠在两岸三地 刷出一波讨论度 但大陆官方如今出手 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直接中锤腾讯 批评这是精神鸦片 更指称病毒式传播 无可复制的玩家粘性 让腾讯股价硬是重挫 10个百分点 市值蒸发4600亿港币 另外子公司腾讯维市 受到抖音和快手平台的影响 因为表现并无亮点 逼得腾讯得要将维市重新整合 据传得砍七成热力 尽管扑派新闻报导 腾讯回应一切裁员是不实消息 但是腾讯近期连续几波投资 受尽覆辙 身为大陆影视龙头企业 近期商业战场 腹背受敌